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在演古装 鲍鱼李依童 成美主演 于成恩 赵晴惊喜加盟 王一博凭借着他的颜值 才华和魅力 让观众对古装剧产生无限的喜爱和期待 成功地在古装剧领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角色 如成情运有匪 他的每一部古装剧都能够引起轰动 收获了无数的粉丝和赞誉 尽管王一博在古装剧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他并没有满足于子 而是选择了拓展自己的演艺领域 出演了多部电影作品等 这些电影作品涵盖了喜剧 动画 悬疑等不同类型 展示了王一博多样化的表演风格和能力 除了电影作品之外 王一博在电视剧领域也更加倾向于证剧 如《乘风破浪》 从而改变了他的市场定位 从古装顶流小声转变为证剧实力派演员 《乘风破浪》是一部以海洋味背景的现代多视剧 讲述了王一博饰演的海洋生物学家李云芳与其他人 一起探索海洋奥秘 追寻梦想 面对挑战的故事 就在王一博在电影和证剧方面取得了突破和进步之后 他又给观众带来了一个惊喜的消息 他将重返古装剧领域 出演一部名为定风波的古装剧 这部剧是根据明代文学家苏氏的同名词作改编而成 描述了书生洛言卷入科举舞弊案 被隔除公民 后未平反冤案而折服多年的故事 这部剧集齐了科举 破案和权谋等元素 是一部兼具文化底蕴和悬念感的古装大剧 王一博将在该剧中半年主角洛言与李一彤等演员合作 增加了观众的期待 洛言是一个才华横溢 正直善良 不畏强权 敢于追求真相的书生 是一个典型的明代文人形象 王一博将如何诠释这个角色 让人充满好奇 与王一博一样 李一彤也是一位在古装剧领域有着不俗成绩的演员 他凭借着他的颜值 气质和演技 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古装剧经典角色等 他的每一部古装剧都能够引发热议 赢得了无数的观众和好评 李一彤与王一博在《定风波》中的合作 是两位实力派演员的首次碰撞 也是两位古装顶流演员的首次联手 这无疑让很多观众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两人在剧中将饰演陆颜和陆颜青梅竹马 互有情愫的表妹沈芳华 沈芳华是一个聪明美丽 温柔善良 才华出众 心地纯阳的女子 是陆颜最重要的支持者和伙伴 两人在科举舞弊案中相互扶持 共同追求真相和正义 除了李一彤和王一博之外 剧组还邀请了其他演员 如陈美、于承恩和赵晴 提升了该剧的热度 陈美在该剧中扮演陆颜的好友和对手 与陆颜有着深厚的友谊 也有着微妙的竞争 于承恩在该剧中扮演陆颜的仇人和敌人 与陆颜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也有着惊人的智慧 赵晴在该剧中扮演陆颜的知己和盟友 与陆颜有着相同的理想 也有着相同的困境 这些演员他们在各自的领域 都有着不错的表现和口碑 他们在定风波中 与李一彤和王一博合作 肯定会为该剧增添更多的色彩和层次 他们在剧中将展现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命运 也将展现出不同的故事情节和主题 他们在剧中的互动和碰撞 肯定会让观众目不挟接 定风波是一部不容错过的古装剧 它将在明年二月份开机 预计在明年下半年播出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古装大剧的诞生 也一起期待王一博 李一彤等演员的精彩表演 舞台 舞台 舞台